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蔡世英与党籍女性市议员参选人合拍宣传照 展现年轻与活力 包括仁爱区争取连任的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总召郑文婷在内 民进党这一次在基隆一共提名了五位女性市议员参选人 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蔡世英盛战这五位女性市议员参选人在各个领域都非常专业 希望透过女力连线让更多女性优秀人才进入基隆市议会 带给基隆更多的进步动力 今天是我们基隆有够样女力的定装照的拍摄 那是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几位优秀的女性候选人 今天一同来摄影棚这边来拍摄 那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一次民进党提名的女性候选人 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这第一个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是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是有史以来 民进党推出最年轻的议员候选人的团队 那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世民来讲 代表着我们基隆队的年轻活力以及专业 我们各个所有的候选人在他各自的领域里面 其实都非常的专业跟优秀 每一个人都可以让大家觉得 他是一个优秀专业的女性人士 所以我们推出了基隆有够样 我们的女力团队 这五位民进党女性议员参选人在法律 体育 医疗社福 财经会计及行政工作上都表现杰出 也期盼进入议会发挥专业为市民提供服务 我是陈怡我在信义区长期关心妇幼体育跟弱势这一块 那希望呢今天我们介于有好多个姐妹在不同的选区 能更关心我们的妇幼 因为现在我们的少子化的关系 那希望我们这些好姐妹们都能当选 替这些妇幼争取更多的福利 我是中正区的参选人许瑞慈 我是一名营养师 未来希望透过医疗跟公共卫生的专业背景 来为中正区提升长期照顾跟妇幼 还有公共托育等的资源 我是安乐区的参选人 我叫吴华佳 在蔡市委员身边当务聊多年的经验 以及会计专业的背景 希望可以加入基隆市议会 改善我们基隆市的财政 并让我们的公共建设跟民生议题有更大的支持 我是七堵区市议员参选人曾怡芳 那此次民进党推出的女性候选人 都有各自不同的专业 那也代表着在基隆将会注入不一样的新女力 以及新活力 那一方身为七堵区的女性参选人 未来也会用一方在市政府的专业 来创造不一样的新七堵 除了女性议员参选人数创纪录 民进党提名的是三位议员参选人 平均年龄约41岁 也是历年来最年轻的一次 蔡世英期盼与这群优质的党籍市议员参选人共同努力 打一场漂亮的选战 让基隆持续进步 不走回头路 基隆五够样 女力ing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